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为您提供代替马路加CSS基础入门,视频就成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这个文本属性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边框属性 好,那边框属性这里划分了三个,三个知识点 那么第一个呢是Border Stale,好,边框风格 第二个Border Width,好,边框宽度 然后第三个是边框颜色,Border Color 然后以及最后呢还有一种剪写方式 用一个属性就是Border来概括 来包括前面的三个属性的这个设置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边框风格 Border Stale 那么这里边框风格又划分了两个 单独的风格和统一风格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文档 就是这个页面 那么在这里定一下就是这个边框属性对吧 好,边框属性 那首先我在这里已经创建好了一个DAV 那么我们给这个DAV呢定一个样式 给这个DAV一个宽度 宽度呢给它多少呢500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颜色值 背景颜色高度先给它 高度也给它 高度也是500 500 然后给它一个Background的Gun Color 背景颜色对吧 然后给这个颜色值呢F60 好,一个橙色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好,第17节课里面的文档 打开之后呢这是这样的一个DAV的区域 对吧 DAV区域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学习它的这个属性 好,边框属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属性呢这里划分了9种 9个常用的 其实常用的是前面的这几个 好,前面这几个 那么下面这几个呢都很少用 好,6789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No,这个属性 那么它就是默认的属性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DAV的默认属性 默认的这个Border Border style属性呢就是 No 好,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变况对吧 好,Border Gong style 好,属性值 No 刷新 好,没有变化对吧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第二个 第二个直线边框 Solid 好,在这里 点击一下 Solid 重新再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DAV区域呢 就有了一个 黑色的直线边框 好 那么这是直线边框 好,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那么我在这里就 定一个class 等于 DAV 1 好 一个用9个 对吧 1,2,3,4,5 好,DAV 那么把这个拿下来 这个是DAV1的 好,刷新看一下 然后DAV的宽度和高度更改一下 50 50 好,那么在这里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 后面的就是Flood 浮动属性 Left 刷新一下 好 呃,这里再加一个 这个March 也是后面的就是 跟Rate 10 好,大家跟着写就可以了 好 这样 那么 呃,中间呢 再给大家一个 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Slow Solid,对吧 好,Solid 刷新 Solid 那么直线 直线边框 好 然后 第二个 Dust 好 在这里 找到第二个 点DAV2 好 那么 给它一个 Border Stell Dust 刷新 好 第二个 对吧 Dust 好 这样就很好 对表 对吧 Dust 然后 继续 第三个 在这里 Dorted 好 在这里 看一下 Dorted 好 那么这里 上面点 DAV3 Dorted 刷新 好 点状 这是点状 好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对吧 前面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虚线 一个是点状 好 然后下面的 这个是这个Double 双线边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点DAV4 拿过来 Double B Double 拿下来 好 刷新 对吧 双线 双线边框 好 那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呢 前面五个对吧 五个也讲过了 好 前面五个都讲过了 那么 后面的这四个的话 我们会留到什么时候呢 留到下面 把这个Border Color 讲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结合着这个BorderColor属性和前面的这几个属性呢 来进行讲解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来 讲一下 单独定义 某一方向的这个边框样式 好 单独定义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分别都是定义的这个 一个边框的这个 四周的这个样式 对吧 四周的这个边框样式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单独的分开 好 我们看一下 单独划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定义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BorderStyle之间 加上它的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好 那么可以 比如说 我们让第一个 对吧 第一个 让它加在这个直线边框 是在Top 上边 对吧 上 那第二个呢 是右 或者是下吧 对吧 B-O-T-T-O-M 下 然后 上下 左右 左 Left 右 Red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刷新的话 可以 就可以看到 上边是实线 下边是这个虚线 左边是点状 右边是这个双线 好 刷新 对吧 哎 那么这是分别定义 当然 我们也可以定义同一个DV 它的不同显示样式 那比如说 我把这个 也拿到下面来 好 左边是点状 右边呢 是这个双线 好 那么这是这个四项 就是说 上下左右 分别单独定义的这个方式 我们来学习下一个这个知识点 这个边框宽度 Border Width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同样的也有这个单独风格和这个统一风格 那么统一风格呢 其实和这个Border Style呢 是一样的 单独风格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就不详细的去讲解了 好 我们只要来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属性值 那么属性值呢 这里有这个四个对吧 第五个是继承 继承就不管它 因为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继承是怎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这里呢 就分为了细中等边框 粗边框 以及固定值的边框 那么我们来 首先来学习这个细边框 好 那么在这里 给它加一个 这个第一个吧 对吧 第一个 上面的实现 好 那么这里加一个Border 或者是直接加在这个总的这个DIV里面 好 总DIV里面 BOR DR Border 不对对吧 Border 杠 位置 好 细边框 刷新 看一看 哎 这个边框很小很小很细很细 我们几乎不能够啊 放大之后都不能够这个很清晰的看到它的位置 对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细边框 好 然后继续 呃 第二个 这个这个中等边框 好 这里把他拿一下 因为这个也不是很常用 好 刷新 好 那么这是中等的边框 中等边框 然后继续 呃 这个是 出边框 好 出边框 哎 搞错了 在这里对吧 出边框 好 出边框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大家呢 可以自己去下来测试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PX 那么PX呢 这个我们会经常的用到 好 这里 比如说我让边框为一个像素的这个宽度 刷新 好 发现没有 这是一个像素的 那么同样我可以让它变为十个像素 好 刷新 对吧 十个像素 这个时候我把网页先恢复成百分之百 好 百分之百 那么这是十个像素的边框 对吧 那么会看到这个黑线 它的这个宽度 高度就是就是这个十个像素 它其实是边框 好 那么这是这个边框的这个宽度 呃 应该说很容易理解 对吧 包括啊 我们这里可以说的这个什么呢 单独去定义它 也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留给大家 下来自己做作业的时候呢 练习一下 好了 我们来学习第三个指点 边框颜色 Border Color 同样的 它也有统一风格和单独风格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统一风格和单独风格 其实都是和上面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以这个统一风格来讲解 那么单独风格呢 同学们自行测试 好 Border Color 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一个 好 Border Color 那么属性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和我们上面所学的这个颜色 这一章里面讲的是一样的 好 同样的RGB RGBA和16位进制 以及继承 好 在这里 我首先用一种 什么颜色呢 绿色 对吧 绿色来看一下 好 绿色 默认情况下 四条边都会是绿色 对吧 在这里我再写一个div0吧 点div0 好 在这里 加一个div0 然后名称就是0 好 刷新之后 在这里对吧 我们给这个 Border 加一个这个 样式啊 Border Gunstil 等于实现 Slow的 Slow的 好 Slow的 然后宽度 10个像素 或者是5个像素 都可以 5个像素 好 那么这个我来刷新一下 首先 边框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绿色 对吧 我们在这里定义了 边框绿色 同样可以用RGB来表示 对吧 好 RGB模式下 红绿蓝 对吧 还记得吗 红绿蓝 第一个是红 那比如说 我让它变成红色变框 255 0 0 就可以了 刷新 好 红色变框 对吧 红色变框 同样的 如果想要得到蓝色 好 后面这个 就可以了 对吧 蓝色变框 好 以及 我们的这个透明 好 透明 后面加一个 曲子上位 不要忘了 0至1之间 好 0.5的 透明度 再来刷新 对吧 是这个颜色 混合了 对吧 0.1呢 好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好 那么这是这个颜色 颜色的这个属性值 好 这里呢 我们把它拉掉 就用蓝色 看一下 好蓝色 这个是黑色 RGB 因为这里错了 没有A对吧 好 蓝色 好 然后继续啊 这个回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单一风格呢 单独风格也是和上面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只要来看这个属性值的四种情况 好 什么情况 就是当我们在使用统一风格的时候 或者是啊 统一只有统一风格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当我们的border color后面呢 它的值只有一个值 好 我这里一个括弧呢 就得代表了一个值 那么一个括弧里面两个上下呢 它它代表了就是控制这个值同时控制上下 那比如说第一个好 第一个是只有一个值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控制了我们上下左右 也就是我们这里 好 我们这里只定义了一个一个值对吧 在这里 我们只定义了一个值 那么它就是控制我们整个四个边框上下左右 好 那么如果是两个值 那么就是前面第一个值代表上下 好 后面两个值呢 代表左右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好 看一下把它给拿掉 然后第一个呢 改成什么呢 绿色 好 第一个绿色 然后第二个呢 红色 然后再来刷新 对吧 上下为绿 左右为红 或者是把它更改为这个 blue 蓝色 蓝色 刷新 上下为绿 左右为蓝 好 那么如果是三个值呢 就代表的是上 上 左右 下 第一个值是上面 第二个值是左右 第三个值是下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再在它的后面加一个值 那么我在这里给它加一个这个黄色 yellow 那么上边为绿色 下边为黄色 左边和右边为蓝色 刷新 对吧 上为绿 下为黄 左右为蓝 好 那么是这个 然后下面四个值的时候 那么就是代表的上下左右 好 上下左右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给它加一个这个属性值 加一个值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上右下左模式 这里好像背后这里有问题啊 上右下左 上右 下 左 这样一个模式 好 就是依着顺序来 先是上 再是右 再是下 再是左 好 在这里我给它加一个这个黑色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上边应该为绿色 右边蓝色 下边黄色 左边黑色 刷新 对吧 好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这个模式 好 那么我们学完这个边框的这个颜色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 回到上面第一个边框风格这里 那么这四个 好 凸状 笼状 以及inside和outside的边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它的区别在于哪里 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 把这里呢 我看一下 我看看 在这里 把567 对吧 567 我们单独定一下567的这个宽度 好 点 div5 点 div div6 点 div7 点 div8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首先设置这个border的什么呢 宽度 好 位置 宽度为多少呢 为这个20px 好 20 那么左右加起来呢 就是40 对吧 40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定义我们的这个border的这个宽度 这个div的宽度 对吧 好 div的宽度为 然后高度也为40px 好 40px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 看一下 在这里对吧 div5 div6 div7 背景颜色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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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 color 好 那么背景颜色呢 为什么呢 为这个绿色 好 是这样的 对吧 这样的四个 首先呢 我们给他的这个style 来加一下 先把style给他拿过来 好 style 呃 这样来吧 点div5 对吧 点div5 然后是div6 7 8 好 那第一个 拿过来 这是5的 然后 这是这个 4的 笼状边框 在这里 然后 这个 inside 和这个 outside inside outside outside 然后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他可以依靠我们的这个背景颜色 不是背景颜色 是这个 呃 边框颜色 来实现 不同的这个风格 那么 第一个呢 是有什么呢 好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 凸槽边框 对吧 我把加进去 把文字加进去 那么大家觉得很好了 观察了 对吧 凸槽 然后第二个是 笼状 笼状加进去 然后这个是 inside set inside 边框 就是 就是inside 然后这个是outside 好 刷新 凸槽边框 那么我们可以 看出 啊 他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 凹凸效果 对吧 凸出来的这种效果 而这个 笼状边框呢 又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么也叫做这个 菱形 菱状的这个 边框 好 然后这个是这个 inside和outsid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 如果把这个颜色值 好 颜色值 给他这个定一下 border的这个颜色值 bor border 杠 color 好 我们依次来定义 首先我们定义 上边的这个颜色 我们定义为iai 然后 下边的颜色 右边的颜色为bb 然后 下边为ccc 左边 为什么呢 dd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 阴影的这种效果 好 把这个背景颜色 给它去掉 那么背景颜色 background的 去掉 好 这样来 那么 就会看到 这样的一种效果 好 这是这个 笼状的 对吧 这是这个 突槽的 好 那么 当我们如果 只给 只给它一种 一种颜色值的时候 那么它也会 也会 自动给你 增加这种效果 我们刷新 哎 发现没有 对吧 我们只给它了 我们只给它一种 滴滴滴的这种颜色 那么它其实呢 自动的给我们 提供了这样的一种 突槽边框 和笼状边框 以及inside和outside 这样的一个边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适当的把这个宽度 给它加长一些 比如说 加到这个80 然后你就会看到 一定的这个效果 好 哎 对吧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边框 边框属性 那么 这几个呢 这几个不常用的 那么大家下来呢 要自己的多行练习 然后来明白 感觉一下 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 好 那么前面的这几个 一定要记住 因为前面这几个 我们经常会用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 直线和我们这个虚线呢 是经常用的 以及这个无边框 也会用到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剪写的方式呢 好 那么剪写方式很简单 就是Border 然后后面是 这个边框的这个样式 然后宽度和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颜色值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直接去定义它 好 不需要这么多步骤 那么这个步骤 步骤太多了 对吧 太多了 我们可以直接来 好 这里除掉 好 Border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 首先 第一个值 我们要跟上这个样式 然后就是宽度 再次这个颜色 好 样式我们用Solid 好 直线 然后宽度 两个像素 然后颜色呢 是这个黑色 Black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 对吧 就定义了它这种效果 好 那么 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 这个知识点 好 那么大家下来呢 自行的这个练习 多多消化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